很多小鲜肉就跟我报名 然后有的还说 我才23岁 我20几岁 我心想 糟了 怎么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蓝颜知己不嫌熟 56岁美魔女被寒假百万有包养 胡文英鲜肉通吃 蓝颜知己不嫌熟 哈喽 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胡文英 以模特儿身份出身的美魔女 胡文英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 不仅外表抽洞灵 还是台鲜肉收割机 他曾在节目上分享 被26岁弟弟追求的故事 反应我觉得很两极啦 一个就是很支持 OK 你到这个年纪 你还能够做自己 然后你还可以活得这么精彩 还有小鲜肉 那另外一派 他就是比较激进派的 他就说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这个 XX的什么 之类的就讲说 不三不四 不减点不道的 社会败烈去死一死 不妖精不离精 当你的儿女 简直是倒霉 我那又吃不下我儿子女儿 就劝我说 难道你的人生要为他们而活吗 他们就是不断的鼓励我说 他们可能连小鲜肉的手都牵不到 羡慕嫉妒恨 然后人不遭忌就是庸才 他们以前也常跟我讲 你们有很好的婚姻 可是你有我们啊 这么可爱 我说真的 你们就是我上天台来给我的小天使 小孩子也是一直跟我说 妈妈你要交朋友 不然你知道你不快乐 所以我每次不管交几岁的 男的小鲜肉 还会跟我儿子开玩笑 那个跟你一样大 25岁 随便你开心就好了 还是这样子 我女儿还说 妈好屌啊 妈说这样很厉害 出道十三年也就蛮多要谈包容 不管是台湾大陆都一样 就一个月可能谈到一百万的都有 但是如果谈到这一块的话 我其实是非常厌恶的 对 我有自己的底线在 连陪吃饭都不可能 我这个人道德观很重 虽然可能外表看起来是比较活辣 可是那只是一个形象 如果我说我今天是这样的人 说实在话 我早就飞黄藤岛 我根本就不用在这边 还带帝 还上节目 还租 还把家里去出租剧组去拍摄 你如果今天做了一些 我跟你讲 大家传片眼光不一样 我小孩子怎么做人 我要一生作折 就是我要把自己做到最好 不能让他们觉得出去丢人 有没有货被骗钱 就比如说那种小孩子要跟着要钱 我跟你讲 这个在我的 没有 这个在我的世界 是impossible发生 我非常的理智 因为我 因为以前被我先生伤害过嘛 你交了学费这么多 你自然你会 你会你知道吗 你会学会 你会懂 所以我要跟各位 姑女朋友 呼吁一下 说实在话 即使你谈恋爱 你绝对不要拿出任何一毛钱 我们的身体是自己的 钱也是自己的 身体你要看那个人 你喜不喜欢 喜欢再说 胡文英除了上节目 街外拍 也担任二女儿郑静心 在全明星运动会的姻缘团 红队的第二棒 郑静心 快快快快 我现在要追上去了 我一直跑到前面看 我就觉得 哇好精彩 我一直在那边拍手 拍到手帕要烂掉 好像大叫 建议加油 虽然她听不到 因为很远 然后那时候说MVP 说三个人 红蓝黄各一 的时候我也在现场 她就说镜子 哈哈哈哈 我就哭到声音都出来了 我就说 宝贝你最棒 我就把她抱得很紧 宝贝你最棒 不要抱那么紧 我把她抱法乱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